对我觉得这个营养很重要啊 然后还吃鸡蛋 太难了 然后现在这还有一杯牛奶 还要喝喝完 对你的任务啊 你现在就是每天必须得按时吃饭 好新吃饱 吃吃好知道吧 对营养的话 要补充补充到位哈 来来来把牛奶喝了 对早上好早上好 姐们大家早上好 哈喽哈喽 哎呀欢迎欢迎啊 这么多人这么多姐姐们 这么多朋友们啊 刚刚开播 现在就直接多少人了 我看一下 一万个人了 我的天呀 早上好早上好 对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 今天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他还不不仅仅是单喜 还是双喜 什么双喜啊 大家知道是什么双喜吗 知道 你不知道呀 真不知道 你看今天 咱们两个人扯了证 都还没有庆祝呢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今天家人们不仅仅 是我和几年扯证 庆祝的日子 对不对 我们结婚庆祝的日子 还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情的结晶 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日子 我还 他们还以为说酸胞胎呢 哎呀 那这个 咱也不知道 不是酸胞胎家吗 昨天我的妹妹 她就是给我发信息 她说是不是酸胞胎呀 我说怎么可能呀 想多了 家里面没有酸胞胎的基因 对 我觉得哈 这个以后看吧 对不对 万一以后能怀伤了 对吧 双胞胎肯定 对我来说哈 家人们 我不想给我老婆压力 不想给我妻子压力 我发自内心来说哈 我内心是喜欢女孩的 然后双胞胎的话 那个肯定是更好呀 但是没那个基因呀 那也不重要哈 欢迎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欢迎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 一万五千个人了呀 刚刚开播哈 刚开播 两分钟就这么多人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祝福 早上好 这么多啊 今天 对吧 第一个口 今天哈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准备了 很多很多的惊喜 还有我们的一个福利 对不对 小金莲 对 你们看哈 家伙们就在前边 大家所见即所得 我那个头发 我感觉乱糟糟的 家伙们我把头发剪了 剪了 剪得很短 我都不敢给你们看 怕大家说我 怎么舍得把这么好的头发 给剪了 想不想看一下 小金莲这个 剪得很短很短 家伙们 短头发 因为就是 我还拍了个视频嘛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我把我的头发剪了之后 因为我的母亲 她不是白发了吗 然后她就想拿 我的头发去种植 然后我就剪了之后 我就给我的妈妈了 就把我的那个头发剪了 剪了这么长 这么长 哇 对 几年的话 她说 她已经长发极腰 二十多年了 对不对 然后终于 我真的从来没有 这么短的头发过 然后是叶总陪我去的 然后她都说 你真的舍得 那个你发师也是说 她说 你这么长的头发 居然还舍得紧 剪了好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但是我剪了之后 我感觉我整个人很轻松 对 真的 就是很轻松 我的头也轻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家人们 几年她需要的是 养好身体 她要一个轻松的状态 所以说剪了好 她要养身体 对不对 说得好 这样你才能够轻轻松松的 轻装上阵 轻装上阵 从头开始 现在开始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孕妈妈的开始 你真会说 对吧 哇 直播间好多人呀 快点 万人了 欢迎 欢迎新进来的姐姐和阿姨 早上好 早上好 然后的话 这一次我们直播 也是期待了很久的 还订了很多的喜糖 这我前面摆的 这个就是喜糖 今天会发几千份 然后这个喜糖会发几千份 然后今天在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 从开播点进来的 只要到我们下播之后的前十位 我们还会到时候会送这个项链啊 这是中国环境的项链啊 然后的话 是不是 然后的话前十位我们会送这个 然后后面的九十位我们会送这个老三分哟 相当于什么啊 家人们 我先说 今天给大家 今天 带来的 从开播送你到下播 带来的第一份礼品 给大家的第一份礼品哈 你们现在进来了 你就要把握好司机 因为你现在进来已经站好了位置了哈 就是说 从开播到下播 在我们直播间待的时间 前面一百位 待的时间 最久的前面一百位哈 然后前十位送这个黄金的项链 第十位到一百位 送这个滋补类哈 因为秋冬啊 秋冬到了哈 对吧 我们会送大家一个这个老三生 回家炖汤呀 然后可以这个泡八加一呀 都可以哈 是的 特别的好哈 因为秋冬到了 上午好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 然后这儿右上角有个分享键 分享键我们可以分享朋友圈 分享家庭群 可以分享在自己的就是好友呀 这些 因为我们每次开直播嘛 这一次预约有点迟到了二十分钟 谢谢家人们的分享啊 然后右下角也有这个小赞赞 谢谢大家的鼓励 右下角那个小赞赞 我们把大拇指一直放在下面 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哟 谢谢啊 感谢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支持 哇 现在咱们直播间已经两万三千个人了呀 我的天 刚刚开播哈 谢谢大家的祝福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游戏 想跟大家一起玩啊 我待会会慢慢公布 但是我们在今天开始直播之前呢 今天哈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呀 你又送我 我跟你说 不要搞这些 就是 这种浪费的东西知道吧 没有浪费 因为现在我们要 马上就有人要吃奶粉呀 然后还要 就是还要什么越少这些 天哪 你这个就 到时候你会压力很大的 不要再在我身上 做什么浪漫的一些仪式感之类的 我们现在属于 拧了证之后就是老夫老妻的 已经开始过生活了哈 对 所以说我今天做了 要节约知道吗 所以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呢 将是一份礼物 这个礼物 来 我先把它给送给你今天哈 来 老婆 你辛苦了 哇 谢谢 老婆你辛苦 谢谢 这是玫瑰花我看多少朵 一朵两朵三朵四朵五朵六朵七朵八朵九朵十朵 老婆 咱们这么久以来 你看我们相识到相知 已经已经多久了 不知道了太多天了 不知道了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对不对 是的 家人们我们认识到现在到了多久了 然后呢这一路走来 谢谢你的陪伴 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你陪我走过的每一段路 我谢谢你 哇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还有 哎 天呐 哇 这个还有个盒子 盒子呀 好 哎呀 这是什么 下面吗 哎不是不是 等一下 家人们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礼物 这一份礼物 我觉得哈 它是一个家庭里边 特别通 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家庭里面特别重要 对家庭很重要的东西 家人们 什么意思 很重要哈 对我来说哈 肯定对于 对我来说 它好像 也不会很重要 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它特别的重要 它大家肯定 也很少有人能够猜得到 这样哈 我们留一点悬念 好不好 几年 什么意思 然后当然我答应你 我没有铺账浪费 因为家人们哈 因为我平时 我送几年很多很多东西 我各的东西也送 我送了你 还是有哪些东西 还是 太多了 很多很多的哈 就我们生活中的 家人们 我一定也不会对几年吝啬的 这个东西 虽然没花钱 但是 它真的 特别有意义 这样我们留一点悬念 好不好 我待会儿 就是 家人们 我们待会儿公布 待会儿这样 我公布 我看你们能不能猜到 我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猜到 好不好 我相信你们 工资考 了解我的哈 应该都能够猜到 这样没关系 要是 行 这样没事哈 来几年 这个小礼物哈 我先放在花里边 你帮我放进去 可不可以 我现在不能看吗 不能看 我们待会儿来公布 好吗 好吗 听你 我相信我待会儿 我直播间的这个姐姐们 他们能够猜得到 他们太了解我了 天呐 你看直播间多少人呀 天啊 三万多人 三万多人又怎么样 就算全世界的人 现在看着我 我也想 真的 大早上的九点过 好多人都在看我们的直播间 还在被窝里边 有没有 他们都说我 从今天早上 一早起来就吃糖 我想 对 我想请大家一起 吃吃我们的 喜糖 请大家 分享我们的幸福 从今天一大早开始 就被幸福所感染 所以说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吉林 我亲爱的老婆 你辛苦了 不辛苦 真的 你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你一个人 家人们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我和吉林的经历 这个小姑娘很不容易 她一个人 从大山里边 走出来 跟着我 因为她是少数民族 所以他们的家里边 家人肯定希望 她有一份稳定 安定的工作 但是她为了我 来到了城市里边 她一个大山里的姑娘 陪着我一起走到了今天 和我谈恋爱 依我 包容我 每天给我做早餐 每天在家里边 把我们的家 固得好好的 好好的 我们一个家 真的 家里边就得女主人做主 你知道吧 男主外 女主内 我们的一个家 被小吉林 经历的特别特别的幸福 然后到 小吉林 你怀了宝宝 真的家人们 我太幸福了 吉林怀了宝宝 我其实内心 有一点点愧疚 因为她没告诉我 这个小姑娘太懂事了 她懂事了 真的让我心疼啊 她都不告诉我 她一个人背着我 她查出来了宝宝 她自己既高兴又激动 而且还哭了 流下了眼泪 然后她自己去检查 去医院 我内心有一点小愧疚 愧疚什么呀 所以说今天我想告诉你 跟你说一句话 今天 老婆 您辛苦了 从今往后的日子里 都有我陪伴在你身边 从今往后的日子里 我都不会让你失望 从今往后的日子里 我再也不会让你 独自一个人 哎 家人们 哎 今天 我爱你 我以后都会 做好一个好丈夫 我的孩子呢 我也会当好一个 好爸爸 因为我今天当着直播间 三万多人嘛 三万多人的美严家们 我在这里做个承诺 因为她这个女孩真的太好了 太宝贵了 她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 她就是保障女孩 她太多人喜欢了 所以说 我必须得 我当着大家的面啊 我要做出这个承诺 真的 老婆 你真的辛苦了 然后今天呢 我们庆祝了 家人们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也会记录我们的生活 记录我们 小级年 我们养胎 我们好好的 我们的一些幸福时光 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 说白了 在这个网络上 有这么多人喜欢 这么多人关注 我们的初心 就是为了分享幸福 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分享幸福 让更多的人 幸福 对吧 哇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 既然你们恭喜 恭喜咱们 对吧 祝福 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那我们 我是不是也应该 给大家一点喜气呢 对 怎么样来喜气 发点洗糖吧 洗糖 想要吗 来 洗糖想要 给我打个想要 好不好 直接给我来一波洗糖 行不行 家人们 你们现在所见即所的 我给你们说哈 今天我们直播间是重磅出击 很多很多的惊喜和福利 第一个福利就是 我会直接在直播间 给家人们发放洗糖 就直接沾沾洗气 不需要花一分钱 对 来 我们直接挂个福带 好不好 可以的 左上角给我挂个福带 先给我挂两百分 家人们哈 我们慢慢抢 因为这个有个过程 对吧 慢慢抢 如果没抢到 也要有耐心 因为 今天哈 我们刚刚开播三分钟 今天在咱们直播间 不仅仅有洗糖可以抢 你在直播间 停留的时间哈 你在我们直播间 从开播到下播 我会统计 在我们直播间待的时间 很久很久的人 前面一百位 待的时间 前一百位都有礼品 所以说你抢不到洗糖 也没关系 还有礼品 也是喜气 也是福气 对 我先介绍一下 家人们哈 第一个礼品呢 就是这个黄金 黄金项链 待的时间 前十位 送黄金项链 前十到一百位 这个老三生 因为冬季了哈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送一点 自不烈的老三生 然后我们的这个 平板电脑 我会 开播一直会发到下播 开播一直发到下播 然后手机也会发到下播 直接浮在里边自己抢哈 家人们 洗糖 发到下播 而且 再透露一下 家人们 有一个小游戏 你们想不想参与 待会儿 我会直接在咱们直播间 真 真 我想哈 请大家 请直播间的姐姐们 朋友们 你们帮我的孩子 取个名字 哇 你这个好有意思呀 对 意思现在在直播间的 所有的姐姐和阿姨 可以参与取名字 全都可以 然后哈 我希望啊 家人们 我先给你们透露啊 因为我待会儿得 会开始 我会 如果是取到你喜欢的名字 有什么奖励吗 必须得有 什么奖励 平板电脑 真的 那我也要参与取名字啊 你也参与吧 然后 这个项链 黄金项链 哇 或者哈 我们就送给大家 送一点健康 送点滋补 回家炖个汤 老三生 对 家人们 有意思吗 这个游戏有意思吗 对 然后这样 我们还是 因为取一个 那我觉得哈 太少了 怕大家凑不到 这样啊 我今天我会在直播间 我就真 采集 收集 三个男孩名 三个女孩名 因为我们到现在 我真的 现在评论区已经疯狂的 取名字了 已经开始取了呀 业贴 业绩 家人们这样哈 我觉得 我们要这样哈 我们取名字 我们肯定得有含义 怎么去取 得有寓意好不好 这样哈 我待会儿 我会 给大家 开始取名字的时候哈 我会 大家哈 我会让你们 先把名字打在前边 然后后边你们打一下含义 好不好 这样 今天你来收集 男孩的名字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名 我可能希望以后几年 有机会哈 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是 男孩还是女孩 收集男孩的名字 对吧 对我就收集女孩的名字 好不好 你觉得哪个男孩的名字 可以 你待会儿就 那我看评论区咯 哎 你看评论区 你是不是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要被不寓意 家人们 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 几年 我想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人 我想带你 认识一下 来 可以的 我开始之前啊 家人们 我想介绍一个人 给几年哈 让你们看一下 我是准备 准备好 当一个父亲了的 来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姐姐居然来了 肯定有人知道 有成像 就是那种 那个什么什么 我我带你认识一下啊 几年 呃 这个姐姐呢 他是一位月少 哈哈 家人们 我其实很巧啊 我告诉你们 这位月少 在几年还没有告诉我 他有宝宝之前 我其实就已经请好了 哈哈 太早了吧 对 因为我想 做好准备 做好万全的准备 对吧 让大家也知道 我这个老公 我这个父亲也是 做到位了的哈 对不对 来 这样 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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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 太早了呀 家人们你们觉得早不早 不早 月少不是要生了宝宝才早吗 你这都提前这么多个月 干嘛呀 干嘛呀 呃 什么事我们要提前 做好准备 这样才能够什么 啊 不打没准备的仗呀 哦 对吧 早定找安心 早定对 早早一点定下来 我们早一点安心 不早不早 全都说不早 那这样家人们 我们看一下 我请的月少 专不专业好不好 那我也得就是考验 考考一考呀 对不对 来 呃 姐姐哈 这位 呃 这位姐姐 月少姐姐哈 这样我今天我考考一下 我看你专不专业啊 问一下 好的 如果小朋友哭了 该怎么处理 嗯 首先小朋友哭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抱起来进行一个安抚 我们这边要可以就是安抚一下 如果安抚几分钟以后 他仍然在哭的话 这样我们就要判定 啊 嗯 他怎么呃 哭是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哭 对对 啊 明白了 家人们 他们说他太到位了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 看一下我们月少专不专业 那这样 呃 看什么原因哭 然后呢 你会怎么做 呃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我会判定我有以下几点可以去 可以来判别宝宝的一个哭声 第一个的话就是他饿了 如果他饿了的话 我们就要呃 及时的给他呃 吃奶 第二个的话就是看一下宝宝是否是困了 他如果困了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哄碎 哄啊 嗯对 哄碎你就会抱着哄 对我会抱着哄 那我也不知道你抱的专不专业啊 哈哈 你这个来 这样家人们我我平时哈我不怕你们笑话 我其实买了一个仿真的仿真模型的娃娃 我最近已经在开始让一些让让我的妈妈我的我的家人教我了啊 包括让月嫂啊我会请教他一些问题来你这样你试一下 你看一下怎么怎么哄 你这个你我看一下你专不专业一般怎么哄 首先我们把宝宝 来过来一点过来一点 来镜头里边镜头里边了 怎么把它抱起来 抱起来的话我们会他的手腕要把它放在我们的他的头要放在我们的手腕里 因为这些很多器官都没有发育得很成熟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不能这样的头 这是不行的 不能一直这样 我不怕大家笑话 我这个小娃娃啊 这是一个橡胶的啊 这是仿真的 我每天我都练习20分钟 我先抱着练习给他怎么抱 因为抱孩子有讲究啊 家人们你们经历过人都知道 抱孩子有讲究 然后换尿不湿我也在练习 所以说老婆 你到时候我们的宝宝来到 来了过后 我来给他换尿不湿 你每天你就该休息的休息 你就坐月子 我每天给他抽死抽尿 换尿不湿 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已经在练习了 家人们我喜欢做考虑周全一点 我现在都在准备 OK来这样 行 过关吗 家人们 过关打两个字过关 OK 安心粉都认可 这个姐姐啊 来 那就这个姐姐 你就练习练习哈 来谢谢了 谢谢 你就待会去练习练习 对 为什么请这个姐姐过难了 家人们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 真的 我对我的这个老婆 还有我的孩子 我是对他们特别的负责任 然后也特别有信心 我相信我能够把我的宝贝 健康 安心的把它给抚养长大 因为我也得给家人们一个交代 对吧 这样大家也都安心的 对不对 OK 行 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游戏 好不好 可以的 过关 过关 OK 大家都说过关 那就好 来我们开始游戏了 那这样我先说规则吧 我们这个名字怎么取呢 我给大家讲下规则好不好 来我们先 我们今天会抽取三位男孩名 三个女孩名 这样吧 我们现在我们先抽四个 我们待会儿 中午的时候晚上我们再抽一下 因为待会儿怕有一些 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姐姐们 朋友们没有到的 因为大家现在是 大家都自早上到 然后有一些中午 可能晚上才到 我们待会儿再取另外两个 我们先 现在我们先收集四个好不好 来你们打好名字过后 我会让吉年在公屏上 找他喜欢的 他先找两个男孩名 我待会儿找两个女孩名 行 OK 这样规则 然后 你打了名字 记得在名字后边打寓意 因为你不打寓意 我也不知道寓意是什么 知道吧 我看一下呢 从现在开始 第一个名字 送个平板电脑 哇 来所有人做好准备啊 家人们我再讲一遍哈 你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 大家帮我孩子取个名字 然后起了名字 你记得打寓意 在名字后边把寓意打出来 因为这样几年好看一点 然后他现在正在 正在筛选 从现在开始 来我们现在第一位 今天来你用我的手机来筛 你用我的手机行吗 因为我手机可以关注他 哦你要就是筛选节的可以的 就关注他 对来家人们你们看 这是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的话 来来个 我把这个屏幕调亮一点 来家人们看 然后可以你看哪个 你就直接你 待会直接我来一个特写 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是真的是现场抽取 来家人们 可以开始了 记得打寓意 等一下 你可以打了寓意过后 你把这段文字复制 然后你就一直刷 一直刷屏 一直刷屏 有的名字有点有点搞笑呢 啊什么什么名字 你先念几个这样 你不一定要采用 你看一下大家念的是什么 他们有的 叫什么 先念几个 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取的 叫做叶宝安 哈哈哈哈 叶宝安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长大了当宝安 不是那个宝宝的宝 安全的啊 嗯 夜宝啊 也可以哈 说实话哈 做什么工作 我觉得都都可以哈 因为看孩子喜欢 这个来 你说 呃行 这也也还 那你喜欢吗 这个名字 男孩名哈 家人们先来 先来一个男孩名 你的太卡了 我 我的手不动 哦对对对 我手机太卡了 评论都不动 这咋回事 我们 今年他只会 选有含义的 懂吗 因为他要讲为什么 你把这个名字哈 你打了含义就很容易抽到哈 你不要只打三个字 你打含义 比如说你 你打叶安 叶宝晨 然后你后边打个含义 这个清灯 好 OKOK 来 家人们 第一位幸运观众 叫做清灯 你已经出现了 叫什么 这个这个 我先点个关注啊 你先点个关注 然后给他抠个 呃 数字哈 打个数字哈 直接 这个我接个头 扣个一 扣个一嘛 你可以关注他 家人们 今天已经关注你了 他怎么办 你关注不了 为什么 我只能回复 我这能关注 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 来可以可以可以的 来 你看这个寓意 好 夜星辰 穿越历境 抵达星辰 清灯哈 来给我记录一下 我看下他的信息 你觉得这个名字 有没有寓意 挺好的哈 挺好的 清灯哈 啊 可以但我点不进 他主页 来这样 OK 清灯 家人们 第一位幸运观众 已经出来了哈 没问题啊 今天来 我们直接 第二位幸运观众 好吧 第二位幸运观众 来 家人们 直接第二位啊 嗯 今天找两个男孩名哈 我待会来找女孩子的名字 对 你记得后边一定要打寒音 打寒音就直接会被抽中 因为今天一眼 一眼就看到了 一眼就看到了 然后刚刚这位恭喜哈 刚刚这位小伙伴已经 平板电了哈 已经到手了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叶子唱 灿烂的唱 叶子唱 含义是阳光灿烂 积极向上 来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对对对 这个这个观众哈 是哪一位 我给呃 他的关注 我点一下 点一下关注哈 怎么关注对方 发个一 平板电脑 直接送给 给他发个私信吗 对 发个发个一哈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真实的 刚刚在直播间里 是真实的 抽取出来的 来 这个阿姨 啊 阿姨吗 这个姐姐哈 姐姐还是阿姨 叶子唱 叶子唱 我来看 叶子唱 含义是阳光灿烂 积极向上 OK 恭喜你哈 你的名字也是被我们收集了哈 唱唱 OK 男孩的名字 我觉得都已经有了哈 哪两个 男孩的名 叶子唱 还有呢 忘了 忘了 哎呀 为什么会忘呢 哦 夜星辰 啊 好像是 孕妈妈的话 好像都是这样的 上一秒钟 记得的事 下一秒钟就忘了 来 来家人们 OK 没问题啊 这个叫什么 刚刚那个 我关注的 什么 我说这位姐姐的名字 我给她发了私信了 发了一 好 那这样 我看一下她的名字哈 家人们来 准备好 我现在要开始抽 女孩的名字了 女孩的名字哈 来直接哈 我现在正在翻滚 因为我比较喜欢 喜欢小棉 那我这样快一点 我这样快一点 我直接 直接就 然后一个欣赏的心 然后一个言哈 就是为什么这个名字啊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哈 因为它是 吉林的名字和我的名字 结合在一块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给她发个私信 我给大家发一个私信哈 哎 等一下 我先给人家关注一下 没有点不了关注的 我 我这个手机点得了吧 点不了 我看了的 来 那那你 你看一下 夜新颜啊 快一点呦 个人名片 私信 来 来 已经发了哈 家人们 OK 没问题 来 最后一个哈 我们马上最后一个哈 孟严啊 恭喜孟严姐姐哈 已经发了个一 来 截图 来看一下 发了个一哈 恭喜孟严姐姐 来 直接再来一位 女孩的名哈 女孩的名 对 有意思一点的 夜景瑜 哎 可以可以可以 我找到了 家人们 我先给这个姐姐 发个名字哈 清云 新云哈 新云姐姐哈 清云姐姐哈 我给你发个私信哈 我给你发个意義哈 恭喜你哈 平板电脑到手 对 然后来 我我现在 呃可以来 家人们 夜景瑜 来 给我拉个镜 给大家看清楚 这个景瑜是哪个景 王志鹏的那个景哈 王志鹏的那个瑜 然后 呃 不怎么看得清楚 没关系 我给大家念哈 景瑜 玉是就是皇宫里的宝贝 夜景瑜就是夜家的宝贝 夜景瑜 景瑜的意思 就是皇宫里的宝贝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家人们哈 这样 这个名字的来 我再再特写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是哪一个夜景瑜 看到了吧 看到是哪个景瑜了吧 OKOK啊 恭喜恭喜